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也是诗之群总指导老师 严金桃总编来到现场 大家好 有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预书体是创新字体风格 当然也有独特的书写技巧 请问总编 馆长这革新的理念 是如何发想出来的呢 长题六个字 修补笔法 重回笔法 是李清河馆长创作 预书体制的三大革新理念 中国文字的美感 用毛笔来书写最能表达 但是毛笔制无法在一笔之间 就达到完美 如果应用修补笔法 重回笔法来辅助 就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且能呈现不同于传统字体写法 使字体神气活现 活泼动感 产生舞动视节的精神艺术特色 这就是艺术体制 独一无二的创新 你总编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 修补笔法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 长题六个字是艺术体的根基 修补笔法 重回笔法 是艺术体的核心 不得不说 修补笔法是一门技术 必须用心体会练习 学生学习正确的修补笔法 不仅有利于掌握毛笔的书写 更能感受到艺术体制的文字书法之美 同时减少挫折感 产生信心 快乐学习 我觉得学生的学习效果神速哦 中国书法馆李清和官长所提的书法革新理念 基本就是从教学作为出发 考量到初学者所面临的困难 进而才有这些新式书写技巧的诞生 节目前的观众朋友赶快拿起毛笔 亲自体验这有如神迹般的书写方法 今天谢谢总编的丽玲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与十一住行中住相关部首义 是人群聚居的地方隐身贩指城市 义作为部首时多在文字右侧 字形改变俗称右耳旁 以义作为部首的字 多与城市 邦国 地方 居住 姓氏有关 那我们就来写字吧 今天要示范的是意 上方为口 下方为八 口 第一笔画竖 斜向中心方向书写 下方八 最后一笔画 以转的笔法 向文字中心收笔 一笔画竖 义作为部首时大多在文字右边 字形会改变 今天要示范的是布 先写左边 维持在中心线左侧 右边布首义 会改变字形 上方横画可以厚一些 以连笔与转的笔法书写 以连笔与转的笔法书写 学习于书体 简单又有趣 只要你肯写 一定会进步 接下来就有李清河大师 为大家带来一笔字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的笔法书写 我们每周二晚上10点会上传新的单元 每周五会有本周课程的英语翻译影片 记得准时收看 我们下周见啦 我们下周见到的了 我们下周见到只要一瞬间的笔法书写 我们下周见到我们下周见 一条笔法书写 一条笔法书写 感谢观看